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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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Share News 的朋友你们好 Facebook 的朋友你们好 數字延期时间 是 Thread 先讲回 我一会想到的题目 昨天加了决定0.75 有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前两天星期一 都已经说了 收到了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写手 好像报料 加了0.75 的确实 我本来不相信 因为昨天的走势 如果真的是0.75 前两天的评论 应该是Deep V 即是传统金融Deep V 那就真的V了 不过 今天好像可以写W 又已经回落很多 在这个时间 那些纳指和杜指 跌至打关斗 跌至五六七百点 从高位来计 回归昨天 出FIGURE 前 出FIGURE 前 出FIGURE 前的一些价位 所以 再试一次低位 今天能够再反弹 就还好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们都 有点头痛 币价就好一点 我们先分享一下三件事 好 第一件事 昨天凌晨2点 就出FIGURE 就是联储局 真的加息0.75% 即是一如张道列所说的 是 先插一下 比特币最低到2,03,000 是 正常的 传统金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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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上了 今天早上 最高 接近23,000 2,999 大致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 不过现在 就 和你刚才说 跟着股票 就回転 现在21,700 是 嗯 市场 可能就 因为 之前那两天 就吹到 基本上 大家都觉得是 加0.75% 是 有点点价格 所以 其实加了之后 就 如你所料 就是一个DP 回上去 就没有对币市 造成很大的压力 暂时看来 也没有大帮助 是 应该这么说 因为 为什么 过了初一 还要看看 过不过15 下一个月 下一个75 还是05 是吧 这个也是 现在困扰市场 今天 其实会看到 港股先带头 跌 接着有反应 是 我经常提及 聪明的港股 港股今天 能够这样带头 是否代表今晚 大岸会出手 将那个 道指和纳指 就 不管它以往 有这么低 今天已经跌了五六百点 跌了一千 是五出奇的 对吧 比昨天的Low更低 大家要小心 Low更低的时候 我相信 昨天的20,03,000 的Bitcoin 都危危附 因为现在市场 经常说 穿200,000 会如何 说一说一说 就穿的 但是 穿不穿得定 在下面 就是另一件事 2,000,000 是一个很大的 心理和数字关口 是 OK 大家要小心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说2,000,000 心理和数字关口 到底有多么重要 是 因为 比特币经历过 几个牛熊的周期 都有一个定律 之前也是这样 就是 每一个牛市 进入熊市之后 它如何跌也好 都跌不穿 之前一个牛市的顶 就是2,000 就是2,000 因为之前 2017的牛市的顶 是19,980 所以 现在这一刻 今次 进入熊市 2,000 就是一个很关键 很多 大机构也好 散户投资者也好 都拿着这个理论 就是 应该跌不穿上次的顶 如果万一一跌 只因为这样 可能有些 特意有人跌 那会跌到什么位 那些人都猜 一跌了 就一定大家 1,800到1,500 其实是这样 因为每一次 在牛市的顶 完之后 入熊市 都跌80% 即高位和低位 因为今次 最近这个牛市 就上得不太高 去到69,000 多 7,000 但1,80 跌了20 即是12,000至13,000 对 13,800 14,000 所以 现在 很多人都在说 万一跌穿了 就会有很多 panic selling 很多 liquidation 可能 要去到14,000 可能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就可以去到那些位置 尤其是地心吸力 一跌就会更快 所以最近 那些游戏的交易 就已经被人杀得七七八八 都顶不住了 跌了这么多点 是 现在问题是 那些价格的交易 那些交易 就肯定计算了 那当然是持份者 是恶的 因为 高位跌下来的 中间是有没有 被人偷的位置 也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这样看 再穿的机会 也不小 因为 很多价格的 都算了数 看看数据 也算了数 现在的Buy 又在租 又一大堆Buy 每个人都卖 卖两万 当那些交易 全部都是借 是持有的话 就真的 坐齐 坐齐就死了 所以 来到这个时候 如果实打实 即是实货的 想继续看 没问题 但如果你说交易 要小心 借一些东西 一踩你 就不知道去哪 一踩完之后 可以反弹得很快 是的 但是 不好意思 你已经抬出场了 送丸途中不止 没有办法 OK 第三件事呢 第三件事 就是说一下 币圈里面的 一些敬人敬公司 都出问题 都出问题 全部都出问题 这个三战资本 3A 是 在这几年 币圈都相当活躁 本地资产是100亿美金 但是他就 比较重创 在这个 Ethereum 一直都比较看好的 是 他之前 有看好 Solena 和Luna 即Terra 因为Luna 出了事 又有损失 Ethereum 又比较看好 现在一路 估计他 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嗯 即是说他已经有liquidation 即是看到他有些 要计算了 是的 有些地方要 要做liquidation 也看到他 那些币有调动 一直去找数 嗯 今天早上就开始 有一些人 就开始说他 是 找不到数 找不到数 是的 有些 他以前信用很好 有些是提弊的 那些就立刻提到 今天就已经 那些主理人 都在Twitter那里说 有出声明 他说 即是现在 已经和各方 在进行沟通 希望可以 一次力解决 这个事件 哇 那真是麻烦 照计 他是 那些人在他那里炒 还是经他投资 而已 他有些是一个 Fund Management 的角色 有是这样的地方 而且有一些大户 就是透过他 利用他的币 去做这个trading 他是负责收手续费 那些资产房 在他那里 做Collector 那现在可能被人 动用了一些资产 不是 因为主因 其实他有一部分 是Stake 了下去 Ethereum 2.0 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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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走就走 是的 那本身 应该是很安全 因为可以有一个稳健的收益 是 但如果突然间一跌的时候 Stake Stake 始终有一个时间差 所以你现在 紧急要套现 就跟真正Ethereum 有一个交叉 所以令到他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缺口 也都时间上未必 照计如果他这几年找到钱 就只要缺口很小 但是因为 可能跌得太快了 因为LUNA 那时候先有损失 然后在这里再有差 是 就是损一刀 然后再流血 如果你有玩LUNA 或者参与LUNA的链上 Staking 或者是那些 那方面的 C-Fi D-Fi 那你就 统一刀再一刀 就是商量似 第一刀没有事 但是第二刀就未必捱得全 是的 OK 近期也有很多江湖传闻 刚才我们在节目前 我们也在探讨 外面传有很多交易所 在Liquidation上 会有些问题 好像有些客户拿不到钱 那样 那样东西 我都要小心提醒大家 其实这也是一个存在的可能性 嗯 那大型交易所 当然 reputation 会好些 实力就应该会好些 嗯 就是 我说不要听这几年 手长了 灌明搞过什么籃球场 灌明搞过什么足球场 嗯 很普遍的 又是多少亿 多少十亿 那样 那也是一个广告效应 不知道 但是起码对于某一些的大型交易所 如果它的风控是做得好些 就还好些 如果不是的话 真出事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 噢 LMG 你都没什么名字了 嗯 死了 那可能一炮过就洗仓 以后大家不要什么blockchain 什么元宇宙 元宇宙去做梦 因为你没有那些最基础的人 是 基础的人全部都五楼七箱的话 嗯 这个复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不过每一次熊市都是这样的 熊市第一次过来 但是 都是五楼七箱 但是 其实 大家都要回复一个初心 是 你相不相信 或者你不同意就是 很多人都是趁着这个机会 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让你再有机会 进一次低位的事情 问题是低位在哪里 嗯 因为blockchain的技术 不可能会没有了 嗯 通过blockchain 搭建 或者以blockchain名义 去出现的 所谓现在的metaverse 嗯 universe 就是元宇宙 或者一些NFT 虽然现在的价值不存在 或者看不到它应有的价值 或者它的应用 嗯 这些事情就在演变 嗯 世界呢 除非它说我不再玩这件事 完全不玩 如果不是的话 什么叫低位 我都不知道 嗯 什么叫高位 还可能在未来出现 引述多一个人说的 是 Ral Powell 他就叫他做灾难先生 是 很有名 以前是高盛的高管 30多岁就退休 一直都是做投资公司的 那他就 呃 刚刚说 他说 估计这个币市 这个比特币 那个低位 真正的低位 会在这五个星期内 出现 所以他最快 应该下个星期开始 就会开始 布局炒底 入炒 布局炒底 就是你们离去 我可以进来 是 OK 准不准大家 自己看看他的历史 不过我们这次都可以 再留意一下 那些币 看看那些币 有没有币肯收完之后 就是摆走了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人又肯收货 以其 一定是那些 之前 财大气粗 经常出来说话 那些 说自己有多少 比特币那些 全部都糟糕了 你连西亚多 总统都说 要盖倉 那就可能差不多是低位了 小心 謹慎 留意 多些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避过一劫 OK 现在不会有好事 暂时也不会有太大好 不过呢 避不避得老 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本 是很重要的 OK 好了 请请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